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已经四天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有没有想我呀 我打开私信 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 问说自己天没更新 小北没发生什么事吧 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是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事 然后导致我这四天没有更新了 跟大家先说一下 我已经回湖南了 四天没有更新 今天拍这期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小北人挺好的啊 没有什么大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拍这期视频呢 是想让我妈看到 因为我妈她把我的电话号码拉黑了 然后把我的微信也删除了 我现在想联系到她本人 联系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就是那件事嘛 我妈催我相亲 逼着我今年结婚 她的理由就是 我外婆现在年纪大了 我们姊妹三个 然后我哥我姐都已经成婚 有自己的家庭了 有小孩了 现在就剩下我了 而且我还是我外婆最疼爱的那一个 她说九十多岁的人了 真的就是有一天没一天呢 如果让她在走的那天 知道我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嫁到了什么地方 她也好安心的走 不然可能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站在我妈的立场 我外婆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确实没有错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这件事不应该就 首先是站在我的立场嘛 因为是我要过日子 对吧 那个人是要跟我过完这一辈子 共度余生 就真的我打内心深处 我是不想就是说相亲认识几天 然后觉得合适结婚的 因为我我认为没有感情基础 结婚也并不是因为我爱这个人 跟他结婚我想要跟他过日子 跟他结婚想要给他生小孩 想要跟他创造一个家庭 结婚是因为双方家庭都觉得合适 他老实适合过日子 然后走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心不甘情不愿的 所以过年的时候 我就跟他扮了几次嘴 然后争了几句 反正就是只要我一闲下来 我妈就会坐到我的眼前 跟我续到这件事情 各种道理给我掰开了脚 但是我这个脾气嘛 真的很倔得很 我就听不进去 我也很较真 然后那天晚上 就因为这件事情 跟他吵了几句 第二天早上我就收拾东西 我就走了 我走的时候他没在 他去我那一个剧酒家帮忙去了 怎么说呢 其实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当时生气夺门啊出的时候 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没有想太多 但是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越想越难够 从南州哭到长沙 确实觉得自己 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不对 然后我下了飞机之后 我就赶忙给他打电话 电话把我拉黑了 然后我给他发微信 发过去就是红色感叹号 我就联系不到他的人 所以我 今天拍这个视频 我也很想让我妈看到 我泪心的真实想法 今年这个年过的吧 还是挺不开心的 初二的时候 我姐夫跟我姐吵架 我姐夫把我姐送到我家来 然后其实怎么说 就像我说的 他们俩就是相亲认识的 然后不到三个月就结婚 然后就生了小孩 就是经常会争争吵吵的 而且我姐夫 还比我姐小三岁 只是他们这一次吵架 把我姐送回来 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就是因为 好像是贴对脸那天吧 因为一个剪刀的事情 我姐夫就随口说了一句 你拿着剪刀去死 然后我姐 那个气就上来 两个人就开始争吵 翻旧账 然后就搞成那样 我走的前一天 我姐夫来认错 提着东西认错 带着他们的长辈来 跟我爸妈说好话认错 然后我就把我姐 然后两个孩子就接走了 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初三 那天初四 初三还是初四 我嫂子跟我哥两个人吵架 他们吵架因为孩子 因为常常玩手机 没日没夜的玩游戏 大王者吃鸡 然后因为我嫂子 就是专职照顾两个孩子 我哥在外面挣钱 然后我哥就说 我嫂子不好好管 两个孩子都惯坏了 整天拿着手机玩 然后我嫂子就不服气 他说自己的两个孩子 现在上几年级 在哪个班你都不知道 你好好说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大的气 生那么大的气来质问我 两个人就摔杯子摔碗的 反正就大吵了一架嘛 我当时心里面就很不开心 我觉得我眼前这样几个榜样 我真的都有点捆婚了 说句实话 在让我 在我妈在逼我 跟毫无感情的一个人去结婚 都不知道 当时可能觉得好对吧 邻里街坊可能对他了解 觉得他们家那个孩子 是老实的孩子 是可以过日子的孩子 但是当我们结婚以后 过个几年 有了孩子之后 又会什么样子呢 所以我就更加的排斥 就是我妈给我相亲 给我叫对象 让我去结婚这样事情了 所以我也就气上来 就跟他争啊吵啊闹啊 所以这个过年真的是 别人家里面都欢迎像雨 我们家就是可以说是乱七八糟 我今年过了 我已经过了本命年了 算下来已经有25岁了 确实也不小了 身边的亲戚朋友 慢慢的都开始结婚了 我玩的好的朋友里面 好像只剩下我了 确实也到结婚的年纪了 但是一直等了这么久呢 就是想等到那个对的人 其实我的要求也没有多高 不像我妈他们说 眼光不要太高 不然你就是最后剩下的那一个 好多都被别人挑走了 其实我真的眼光没有多高 什么长相啊身高啊 家里条件啊我认为都无所谓的 就是对颜值方面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的要求第一就是说 智商要高 情商无所谓 情商可以慢慢的培养 如果我爱他 我可以多牵扔着他 这个没关系 智商一定要高 这里还有一点点小心思嘛 对不对 第二点就是说 人品要好三观要正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人品 是最重要的 还有三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两个人话能不能聊到一起 事能不能做到一起 处理方式能不能和对方的心意 这都是由三观决定的 我觉得三观也非常重要 第三个点 我就是觉得他一定要喜欢我这个人 爱我这个人 喜欢不光是喜欢我这个人身上的优点 也要喜欢我这个人身的缺点 这样子才可以共度余生 对吧 两个人还要走完呢 慢慢的慢慢长路 还要走完余生的那几十年 大家看 我这三点的要求 我自认为是并不高的 因为我觉得长相什么的 无所谓 结婚以后是过日子的嘛 长得再帅气 再高大 威猛 对吧 同床共枕几年 柴米油盐过几年的日子 在我的眼里面 他可能就只是我的老公 是个男人而已 所以我更在意的 就是说他这个人 他的思维模式 还有他的见识 还有他的格局大不大 因为我想着我们两个人的结合 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过程 然后相互扶持 相互成为 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 对方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他的我都无所谓 说白了 就是想找一个契合的灵魂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要求也并不是很高的 然后我不急嘛 慢慢等 有很多朋友们说了 也跟小北说了 小北别着急 找一个男人 找一个男人一起过完这一辈子 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不要因为家里人催了 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就随便找一个把自己嫁了 所以要三思而后行 婚姻是人生大事 对吧 再加上以后两个人生了小孩了 对吧 这就是好几个家庭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慢慢来 不着急 我希望我妈也能看到这期视频 就是说 不要觉得小孩子不听话 就完全是小孩子的错 对吧 家里人 长辈 就是 我妈你也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 觉得你的考虑对不对 你也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嗯 行 那就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真的很希望我妈能看到 然后多想一想 多站在我的角度 想一想这件事 感谢大家的观众 感谢大家的观众